他説去死吧台獨 老娘就是比中子 老娘就是看不起你們 你們自治台灣 他甚至於說 他會罵髒話 罵他要F蔡英文的祖宗十八代 他是誰 這個中國學生 來 我們來看VCR 綁著馬尾戴上粗狂眼鏡 還記得這位長相清秀的 大陸交換生中指妹嗎 我們絕對不能怕對岸 絕對要拋到的心聲 因為我們看你了 他是張元儒 在民進黨蔡英文主席 前進校園演講中出盡風頭 因為對著同樣是中國學生的 戴若鼎頻頻發出噓聲 經過媒體報導 張元儒不但沒有收斂 還把戰場轉往個人臉書 先是去死台獨 老娘就是比中子了 老娘就是看不起你們 對自己沒禮貌的行為 沒有任何悔意 更在臉書PO上 我有錯嗎 我虛聲是言論自由 更誇張的是 張元儒甚至到蔡英文臉書留言 大罵髒話 對自己種種惡行 感到理所當然 就我覺得 就是因為他現在是在台灣 所以才能夠就是 發表那些言論 因為台灣是個 就是言論自由的國家 那如果今天他在大陸 我相信他也不敢這樣做 享受台灣言論自由 卻又瞧不起台灣的民主 這樣的陸生來台交流到底學到什麼 他如果在中國他敢這樣嗎 他敢F胡錦濤的祖宗十八代嗎 網路警察 網軍你看看都做多少 2千空千年的時間30萬 搞盡保守的估計超過40萬 中國網軍 所以看待新學生在那下 當然也怕 網軍每天都在注意看我們台灣 政府的網站給我們派一下 另外監看我們所有這些 包括我們所有的一些網站等等 所以他也怕 所以有很多媒體都說 這個待新學生我們要體諒他 他可能心中有一個小警長 我跟大家報告 不是心中有一個小警長 中國大陸 不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國家 他是什麼 他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 所以你看艾薇薇 你看劉曉波 你看全世界累積到現在 拘禁新聞工作所最初的國家是誰 中國大陸 從自由之家統計到現在 每次都排第一名 我們對於所謂的 中國留學人政策 是不是要再重新再好好思考一下 他們真是純學術 他們後面沒有整個的控制 那個比中子為什麼還敢這麼大膽 繼續再嗆聲 你以為 你以為他在背後沒有人撐著嗎 一個是回去深刻檢討 一個回去是深刻表揚 我跟你講 深刻表揚 所以說你看他的這個政權 你要 我說我們的政府真的要考慮 這個中國留學生的這個問題 侯老師 你這樣讓台辦有回應 台辦說戴同學 你崇拜蔡小英這個事情 你就乖乖的不用擔心 六個月把書讀完再回來 你相不相當他回去會怎樣 他沒有講說回來你試試看 他希望你繼續留在台不能回去 我覺得我們政府要不要給這個戴同學 政治庇護 我很難想像他回到中國會怎樣 他整個黑了 不是這樣他不是鼓勵 是 好 其實讓大家看到說 台灣跟中國差別在哪裡 什麼叫做自由主義才創演 中國是什麼主義 馬英九是什麼主義 大家應該要分辨得出來 等一下我們開放給大家看 先休息這廣告 行動 兒童 在多分 那麼 啷 人 通套 都